欢迎持续锁定民事午夜新闻 我是刘芳慈 马上带来关心午夜最重要 好 首先是英超明星足球员厄奇尔 他13号在推特上 声援新疆维吾尔族 谴责说中国政府 不应该这样子不人道的镇压 结果引发了中国网友一阵踏伐 中国央视也随即停播了 所有足球相关赛事 还要来关心的是 美国众议院将要进行总统 弹劾案的表决 川普很可能成为第三位 遭到弹劾的美国总统 那么民主党虽然在众议院 未有多数席次 但是通过了弹劾条款之后 还必须跟由共和党居多数的 参议院进行审理 才可以决定川普是否会下台 焦点回到台湾来 统促党总裁白狼张爱乐的儿子张伟 他涉嫌以旅行社的名义 未造短期交流证明 让中国官员非法来到台湾 检济目前已经着手调查 而以证人身份应讯的张安乐 则是替儿子喊冤 还扬言对于报道的媒体 以及刑事局等单位进行提告 大选倒数24天 那么其中在台中市立委第三选区 这里包含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的发酵